你最近有没有在看日韩剧 有啊 就是很多 看超多 很多都是跟女医师有关系 有关系 真的 但是我们要来帮大家重新洗脑一下 里面很多都不太合理啊 然后比如说 什么戏里面都会在急诊室开刀啊 可是其实我在急诊室能够开的刀不多耶 都是一些紧急有生命危险的状况 或者是这个伤口没有烂到需要找你 的时候我才会在急诊室处理 那再来就是说 什么浪漫的故事 我是 你有吗 我是没有 我也没有 在急诊室要怎么浪漫啊 而且会找我的病人 大概都是断手断脚烂脸啊 烂脚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浪漫起来啊 到底是 对 要多浪漫 没错 而且其实像我 我有收过情书啊 但是大部分都是那个精神科的病患 真的 对啊 不过我有一封我有留着 因为他是写了很长的一段诗耶 我觉得里面的意境可能我还看不懂 所以我就把它留着 因为我很喜欢文学 对 像有一次我真的是觉得蛮生气的 就是我要帮一个 他跟人家打架的年轻人处理伤口 那那个年轻人已经喝酒了 然后又没有穿鞋 全身都脏兮兮的 都是泥巴 我就请警卫啊 男医生帮他们 男生帮我把他抓起来 对 我只要赶快把他缝好伤口之后 他就不会再急忍乱了 就赶快回家了 然后结果 我才转身戴手套 因为我们缝伤口一定要戴无菌手套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突然有一个东西顶我的屁股 顶的屁股 对 那什么 在哪招 就是他的脚趾头 天啊 就是刚刚我说的没有穿鞋子 然后都是泥巴的脚趾头 就顶我的屁股 然后他就说这个医生很正 天啊 你到底是 那你要高兴还是要不高兴啊 我就转过来 我就这样看着他 我的手套也戴好了 这个手套是无菌的 我如果要打他的话 我还要把无菌手套偷下来 我还要再重拆一次 然后再来就是书本上也告诉我们说 不可以惩罚性治疗 真的 对啊 不然的话 那个伤口罩就被缝得很丑了 对 所以我还是要认真的把它缝起来 真的 真的 对啊 所以 因为没有那么多浪漫的故事 没有那么浪漫的故事了 但是 也是有一些有趣的啦 像我 我记得我当 intern的时候 告诉你 你现在如果讲intern啊 就是你老了 现在根本没有intern这个tems 没错 现在就是PGY 一毕业就是PGY 对 现在台湾叫PGY 已经没有小时 没有intern的这个terms了 不过 好了 算了 whatever 我们曝露一下自己的年龄 我那时候当intern的时候 然后就 某一天就有一个 警察大学的弟弟 然后呢 他们好像在玩还是怎么样 他就从三楼 然后这样 咚的一声就掉下来了 幸好他没有摔到他的头 但是他就是把他的脚 就是摔到骨折了 然后因为要手术嘛 所以我就要帮他就是 放个那个倒尿管嘛 那在医学上面 我们叫Foley 那我们帮他放倒尿管 然后呢 他就看到 他就 怎样 因为年轻人 男生放倒尿管 会有反应 会有反应 对 他就跟我说 姐姐 等一下是 你要帮我放吗 我又说对 他说 没有别人吗 我说没有别人 对不起我们人力就是这么缺乏 而且就是这个只能一释放 其他人不能放 对 所以呢 就从把裤子脱下来 那一刻开始 然后呢 他就开始各种 就是奇怪的 尖叫吗 叫啊 或者什么 就说 不要不要 拜托你 真的不要 我真的会有反应 我就说 不行 现在就是见在悬上 我现在此时此刻 就是要把这根管子插进去 你就忍耐一下 忍耐一下这样子 他真的有起反应 然后我也真的就是 很见证地插完了 然后就这样子 这个就荒唐的过程之后 终于把他裤子穿起来了 然后呢 他突然间就抓住我说 姐姐我觉得 你有一点可爱 我会翻白眼 但我很高兴啊 也是啦 也是啦 我觉得挺高兴啊 真的吗 不过说到这个话 其实我们急诊 有一个东西 是对女生来讲 是蛮好看的风景 就是蛮多 119的弟兄啊 你有买过他们的阅历吗 有 有一个就是 有这个 不要讽刺的 就是 也不是讽刺啊 就是我没有想过 会有这样的职业 来追过我 就是 真的 对 那男生看起来不错 然后我们就是在外面 刚好遇到 然后后来就聊聊天之后 他的朋友就告诉他说 哦那个是医生哦 就他就给我他的名片 然后他就是某个 什么股份公司的小开 这样子 我说哇 哇我没有遇过 什么股份公司 因为我们的生活 就是白色巨塔 所以我也不懂 那个公司是什么 而且他说他家里 有六台车 六台车 对 而且是家常的理车 后来才发现 他们家是藏仪色 藏仪色是怎么样 对 然后他就说 他觉得他看到我就觉得一见钟情 很有缘分 然后再加上 他们的家的事业 可以跟急诊连结 一条龙服务是吗 一条龙 对我觉得蛮不浪漫的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那你呢 有没有人追过你 因为真的老实说就是我的病人都是断手断脚 然后对啊 不然就是脸各种很惨烈 所以其实我是没有真的就是跟病人有什么浪漫的故事 但是导室有就是我们整形外科其实很常开国际会议 然后呢我就是在国际会议当中有人就是找我去当主持人吗 就曾经有蒙古的仪师就是对我示好 他本来以为我是什么公关公司的小姐 然后呢先跟我示好之后 然后呢他才发现说原来我是整形外科的仪师这样跟他其实是来参加 我也是来参加会议的哦 我不是只有来主持这个开幕是很以为是来听这个会议的 然后呢突然间就闭咚我 然后说 I think we should have sex tonight 天哪 好吧 这个时候你就要大胆的骂他 你蒙古大夫啊 你蒙古大夫 对 我真傻眼啊 这好很不尊重耶 真的很不尊重 对啊 这傻眼啊 当然绝对绝对不会跟他发生什么任何的关系 但是我还是就是很有礼貌的跟他讲说你喝醉了 你要不要去休息一下 太有礼貌了 还有一次 还有另外一个一个韩国的仪式 他本来以为我是艺人 我想说我们可能艺人出现在这场 那他有长得很像艺人吗 他长得有点像孔流耶 孔流我可以耶 孔流你可以是不是 但是这位阿周琪我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啊他的动作实在是让我觉得有点受不了 我跟我的教授就是我们就是一起敬酒啊这样 然后呢他就突然间接近我 然后呢突然间抓在我手上面的一颗扣子 然后呢就跟我说 这颗扣子你可以给我吗 我要留来做纪念 很会耶 我这次你十分钟你就要 你就想要把我衣服上面的扣子 这个韩剧从来都没有的梗耶 这很会耶 这真的蛮会的 但是我那时候心里就是突然间就是跳动了一下 他想说这是什么梗这样子 然后呢接下来他就开始各种嗜好 突然间呢就问我说 你知道我平常就是因为我手术啊开得很好 然后我平常大概开到开到大概下午三点 我就没事做了因为我开太快了 然后呢他就拿出了那个他的手机 然后呢给我看那个视频 原来是他在弹钢琴 他弹的还还蛮不错的耶 好 但是没有弹的比我好 对 我也想说 他很会弹钢琴 然后呢接下来更夸张 然后我们就是去second round嘛 他呢就跟我讲话讲一讲 然后呢就突然间拿了一颗葡萄 然后放在我嘴边 然后我想说 现在是怎样 这颗葡萄都已经沾到了我的口血了 我是要吃进去还是不要吃 然后狠下心来把这颗葡萄吃下去 可是这样好像感觉就是yes no yes no yes 是不是是不是很糟 突然间他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他又塞到一颗葡萄 然后又塞到我嘴巴里面 然后我又想说 那这颗葡萄 你知道这个犹豫的时间不能太久 你知道吗 你到底吃不吃 以后不要再吃葡萄了 以后不要再吃葡萄了 以后不要再吃 然后呢我就想说 我很下心来吃再咬一下吧 然后呢就正要咬下去的时候 才咬半颗 他竟然就是手抽出来 把身上半颗放到他自己的嘴里 我天哪 你看是不是很不舒服 非常不舒服 就是我觉得 大家对于女医师的这种尊重的程度 其实还是有待加强 大家好 我是甜之学 谢谢大家喜欢健康多一点 欢迎大家订阅跟按下小铃铛